到了中年,还是一事无成,其实,放之四海,这样的人不胜美举,司马一天纵英才,没有机会,也只能折服半生,进文宫崇尔英明神武,没有实力,也只能逃亡大半生。 前半生平庸不可怕,可怕的是,过了半辈子,仍然找不到方法,自卑来自于过去,要向前看,中年又怎么样了,老年成功的案例都不少。 作为一代谋圣,鬼谷子提出以下策略,品一品,物一物,助你重回巅峰。 读国学经典,物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一览国学,深谋远虑,选择时机,成功青睐有准备的头脑。 有才能的人,早早地就会加强自我修养,提升自身的能力,不断地累积经验,死寂而动。 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成功,不仅在于自身的德才兼备,但更重要的是,懂得选择时机,成事而上。 金林几世池中物,一遇风云化作龙,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不会违背时事,率以妄动。 倘若时机不成熟,便甘于寂寞,静观其变,如江太公闲吊于渭水,诸葛亮暴夕于龙中。 一旦时运宙智,就会愤然而起,当仁不让,改写历史,造福人民,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,先发制人。 朱沙掌兄建成,赵匡印侧动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。 待时而动,就是隐忍待发,等待一个良好的契机,比如三国名将黄忠,等了一辈子,最后等到了对阵夏侯渊的这场战役。 这就是黄忠这辈子成功的契机,在此之前,他都是只藏气于身,所以一个成功者带势而动,要善于等待和捕捉机会。 恪守本分,聪明有度,踏实,务实,是成功者的基本素质。 十分聪明用三分,三分聪明三分傻,聪明不能用尽,否则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聪明不能用尽,不能到处觉得高人一等,是才傲物,这样会遭到别人的记恨,带来危险。 聪明不能用尽,不能过于卓尔不群,目秀于林,风比催之,出头的船子鲜烂,就是前车之鉴。 善于学习,这样的人,能够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和观念,在任何环境下,都能生存得很好,能够捕捉到机会。 老话都说,夜经于晴荒于稀,坚持学习,即便是到了中年,也会车到山前必有路。 就比方说七百石,他虽说是近代中国画坛,享有盛名的艺术大师,但是他的起步也是很晚的,七百石从小家境贫困。 但是没有停止过学习,十二岁的时候和外祖父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,十五岁学习雕花木工,挣钱养家, 二十七岁才开始正式学画画,五十六岁才找到了合适自己的画风,从此声名大造。 曾国藩曾告诫自己弟弟说,凡有一掌一记者,不敢轻视,所谓一招先,吃变天, 不管在什么时候,都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特长,或是一门本领, 既能往往是求精而不求多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 如果能够做到在一个领域中有所成就,有所建树,那么想要成功,自然不会,就不会是什么难事。 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,若是自己才输学浅,就应该多花心思去学习, 钻研,盲目做事,却无才能,一定不会成功。 由此我们可以看,善于学习,往往是一个大气晚成的人助推器, 拥有这个特质的人,日后必有大出息,吃得了闭门羹,坐得了冷板凳。 电视剧《小欢喜》当中,黄磊饰演的方圆,在儿子高考期间丢了工作, 很长时间找不到新的工作,去求职面试的时候,公司也会因为他年龄的原因, 家长的身份而拒绝他,吃了很多闭门羹,坐了很多冷板凳。 最后在自己做滴滴司机的时候,遇到了一个导演,得到了一份配音的工作。 最后,靠着配音的工作,不但实现了儿时的一口梦,也能养家糊口。 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,一定会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, 尤其是人到中年,肩上的担子很重,容不得自己出一点差错, 但如果能有一个强大的心态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 忍辱负重,这个词可能说起来有点重, 但是纵观历史,那些真正成名的人身上都有这点品质, 就比方是勾建的卧薪尝胆。 韩信的胯下之辱,以及司马迁的弓刑等等。 凡是能够忍辱负重的人,再大的困难在他面前都不是问题, 即便是人到中年,也能照顾好家里。 老话说,大巧在所不为,大智在所不律, 真正有大出息的人,都是不会多做闲事,多想闲事的,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每做的一件事都能给日后起到作用。 所以,即便是到了中年,依然能够自信满满,从容应对。 永不言弃。 王博说老当益壮,穷起一坚, 他鼓励那些迟迟没有获得成功的人,不要放弃。 即使头发白了,也不要改变初衷, 哪怕身处困境,也绝不放弃凌云之志。 为什么不要放弃?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博那样, 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所成就, 历史上很多的成功者都是大起晚成。 所以,人到中年,甚至是人到晚年, 也依旧要不坠青云之志。 换句话说,就是永远也不要丧失对生活的信念。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,任何时候都一定要做到。 其实,人到中年依旧一无所成的人, 无论古今中外比比皆是, 比如三国里的刘备, 他在四十岁之前一直是寄人篱下四处奔波。 但他在那种看似失败的人生经历当中, 积累了无数的经验和资源。 所以后来三分天下才有刘备的一份。 还有刘备手下的黄忠, 更是老当义壮的代名词。 他在六十岁以前都只是一个声名不显的普通将士, 打过很多的仗, 却战绩平平, 毫无建树, 甚至还吃过不少的败仗。 但黄忠能把过去的失败, 不断地转化为自己的经验和智慧, 最后以七十岁这样的高龄, 大败曹军名将夏侯渊, 从而跻身三国名将之列。 所以, 不管你的年龄有多大, 也不管之前经历过多少的失败。 关键在于, 你能把过去的所有经历都变成经验和智慧, 不断积累起来。 患难时, 心惧安乐。 在患难的时候, 常怀一颗安乐的心, 成功的路上, 免不了经历各种磨难。 最重要的是, 在经历挫折之后, 仍然不忘初心。 不以物喜, 不以己悲, 保持一颗平常心, 任凭雨打风吹, 我自危然不动, 保持这种心态, 让你在度过苦难的时光, 在患难交加的日子里, 泰然处置, 宜然自得。 贫贱时, 心居富贵。 在贫贱的时候, 保持内心的富足, 相信贫贱只是暂时的, 早晚会有扬眉吐气的时候。 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, 但可以决定如何正视自己。 在贫贱之时, 切勿因自己的身份地位感到自卑, 保持不卑不亢的心态, 坚持自己内心的信仰, 朝着目标比之向前, 只要保持进步, 总会离目标越来越近。 屈局时, 心居广大。 感到委屈的时候, 保持宽广的心胸, 面对别人无谓的指责和质疑时, 难免会感到委屈和不甘, 但无需义愤填膺的反驳, 先冷静下来, 思考对方的话是否有道理, 有则改之, 无则加勉, 更不需要因为他人的过失, 让自己难受, 不去计较一时的得失。 但看花开花落, 云卷云书。 自古成大事者, 都有忍他人所不能忍的胸怀, 苏秦能忍受相亲的羞辱, 才有了身配六国向印的成就, 韩信能忍胯下之辱, 才有了日后百战百胜的兵仙。 处于富贵时, 切记飞扬跋扈, 处于低谷时, 不要自清自荐, 做好自己的本分, 相信自己, 总会有时来运转的时候, 最后再送大家一句话, 与君共勉, 时遭不遇, 只依安平守分, 心若不欺, 必有扬眉之日, 必嫌远疑, 所以无误。 瓜田不纳缕, 理下不整官, 在瓜田里不要蹲下即携带。 在礼书下面, 别整礼衣冠, 因为这个会让人怀疑你偷瓜道理。 也就是, 不要在不合适的地方, 做一些让你会被误会的事情, 回避嫌疑, 让你不受危害。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, 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, 防患于未然, 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, 并采取防范措施。 孔子说, 威邦不入, 远离祸乱, 让你安全无余。 害人之心不可有, 防人之心不可无, 社会复杂, 还是小心点好。 能勤能静。 曾国藩曾说, 一家能勤能静, 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, 一身能勤能静, 虽于人亦有闲智风味。 做事做人要有勤, 处事待人要有静, 一个家族如果能做到这两点, 即使处于乱世, 依然能够兴旺, 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两点, 即使天资愚笨, 依然会有闲人风范。 不论是做什么事, 都离不开一个禽子, 越是大事, 越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坚持, 保持自己的勤奋, 不懈怠, 是做大事的基本原则之一。 不论是看待事业生活, 还是与人相处, 都要有静, 对事业有静心, 对人有静心, 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。 刚柔互用, 不可偏废。 曾国藩曾说, 刚柔互用, 不可偏废, 太柔则迷, 太刚则折, 做事做人要刚柔兼计, 不能偏向某一方, 如果太柔, 就容易使自己卑微软弱, 如果太刚, 就容易冲动暴躁, 都无法成事。 做事刚强, 守夜谦逊, 在做事创业的时候, 要有刚强的意志和行动, 在保守家业, 稳步发展的时候, 要有谦逊, 谨慎的态度, 对于公事国事, 要有大公无私, 刚强的态度, 对于私事私欲, 就要有谦让的态度, 要做到刚中带柔, 柔中带刚,菩萨心肠, 围挺手段, 才能处理, 应付各种事情和状况, 人到中年, 如果还一事无成。 记得做好以上几件事, 相信一定迟早都会大器晚成, 获得成功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记得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见。